我们先请陶乐丽老师 为大家来念上一段有关老鹰想飞 他们发现的一些问题 小鹰与老鹰 最近我和爸爸到老鹰常常出木的森林 但是却发现森林变得越来越小 老鹰的家不见了 也都看不见老鹰了 田里也常常有被毒死的小动物 万一老鹰吃了会不会中毒呢 哇 短短的几行字 其实已经展现出来老鹰 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所面临的问题 这个书有经历过大概文字有经历过三个版本 三个版本的阶段 第一个版本其实只有诗 然后诗的那个阶段 我的图就全部都画完了 那后来出版社的考虑就觉得 那220字真的讲太少 他担心很多人不理解看不懂 所以其实后来黄金又做了一个很大的条件 他做了很多的补充 就是每一页做了很多补充 保留原来的诗 可是做了很多补充 可是不可否认 他的读起来可能不一定 不一定真的又更清楚 我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不一定更清楚 因为他是一个由诗变成了文 对对对 那所以后来在最后一个阶段 我们决定打掉重练 就真的打掉重练 然后因为当然里头很重要 就是有一个小孩与音 对看的那一幕 然后那个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人需要去思考的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当这个故事里头有一个主体 那个人小孩的角色 或许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他就很快的把我的图全部都打散之后 重新说了小英与老英这个故事 对这个部分我想要聊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文跟图的一个创作 当不同人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对我来说 是啊 就是当初我的文字里面其实没有小男孩 可是陶乐蒂在创作的时候 他把那个小男孩嫁进去了 是 然后我因为那个小男孩 可以又触动后面这样的文字 有一个小男孩 所以其实那个创作其实是文带动图 然后图又带动文 这样一个互相关联 我觉得就创作来讲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那过程当中充满了沟通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 我觉得到后期我们也觉得说 我们怎样让这一件作品出来 可以被小朋友所理解 而且他们会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觉得这是里头最主要 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 那所以可以让小朋友的角色进来 让小孩因为看到另外一个孩子 应该看到小鹰 对老鹰的关注 而也觉得我也可以参与的那一种感觉 我觉得很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里头 其实没有沟通上任何的问题 我们只是觉得说 加进来好像很不错 对所以就完全服役 那需要做的是说 我原本其实只画一个小孩的侧脸 就真的就是赶快再补 然后那时候的意象是 我怎么样画出一个 符合这个故事里头的那个小男孩 因为他就真的要重新被创造出来了 我后来就让小鹰是一个 拿着两片大树叶 然后绑着披风的一个小男孩 我觉得这样子的意象非常符合一个 喜欢老鹰的一个小男孩 那我希望大家看到纪录片了 知道老鹰的情况 那我希望再用我的图像 强化纪录片里头那几个特殊的画面 非常非常的强烈 我希望大家因为看到了 然后注意到说 这几个问题真的都存在 包含着那个田茄 小小的小老鼠 躺在那里的感觉 然后中段的斜角线 有看到骷髅头就知道说 有农药在这边 后面的斜线过去 有看到两只老鹰在盘旋的感觉 好直觉 很震撼 其实这个在童书的画面里面 是比较少见的 那画面的印象是很震撼 那影响也是很大的 但是它不是恐怖的 对 就是你觉得有事情在发生了 你应该去了解 是 真的给两位老师拍拍手 谢谢 为了我们的环境的守护 在绘本上这么用心跟努力 陶乐地老师告诉我说 你们没有什么沟通的问题 是很和谐的 从这个部分就让我们提到说 人跟自然也是需要和谐相处的 是 对 陶乐地老师跟 玉琳老师就好像 人跟自然团结的关系一样 就是一个最棒的李山展现